周末午夜长 香港电台第一台 第五台联合广播 让经典重现 香港电台 金庸无险天地 笑无光 前辈你好 晚辈在外九后多时 前辈今天是不是答应收弟子入面呢 好 你就去拿点美酒肥鸡来先 我吃了之后 可能一时高兴 或者会传授给你都未定 好 不过 今天不行 明天如果有机缘的话 弟子自当会拿零鸡尾酒来 孝敬前辈 为什么今天不行 因为来这里 一定要经过我大哥的磨叉 我只能趁我大哥的外出 才能够进来 再下告辞 怎么才能引诱黑白纸进入牢房 这个人这么狡猾 不是那么容易上当 我双手双脚 又有铁链锁住 就算我打死黑白纸 也不容易走得出去 为什么 这么容易就敲烂这个铁圈 我看见铁圈上的跌头 这样的铁圈 有斯文怎么锁得住人 别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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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手掌和脚疗 任老前辈 黑白紙來了 任老前輩 真是很對不起 這幾個月來 我大哥一直觸不出戶 在下每天都十分焦慮 只是盼望能夠來 跟你老人家請安問好 但是總不能夠來 你老人家千萬不要見怪 有酒香 拿酒菜給我吃了才再算 是 照這樣說 前輩只是答應 傳授神功的秘訣 給在下 你每次送三斤酒 一隻雞來 我就傳四句口訣給你 等我喝夠三千斤酒 吃了一千隻雞 就差不多可以 全授給你了 那未免太慢 在下怕日久生變 不如這樣 晚輩每次送六斤酒兩隻雞來 那前輩每次就傳授八句口訣 你真是貪心 快點拿肥雞尾酒進來給我 是 是 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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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吃夠肥雞 老先生吃了肥雞尾酒之後 這樣就可以傳授口訣給在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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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記住 好 讓我倒轉鐵床上的口訣讀給你聽才行 你記住 你記住 記住 不要忘記了 其經百物 中有來息 罪之丹田 匯於賤中 明白嗎 請前輩再傳四句 你聽住 鎮烈揚為 塞絕陰囂 百物齊斷 神功智慈 那 如果人生的奇經百物斷了 那哪裡還有命 這四句口訣 晚輩真是不明白 哈哈哈哈 這種神功大法 如果個個都這麼容易領會 那還有什麼稀奇啊 當眾 當然有很多精緻奇妙之處 常人不容易明解的了 哦 那你說 百物齊斷 神功智慈 難道老先生你自己 其經百物已經全部斷了 哈哈哈哈 這層當然啊 我全部傳授給你 你勇會貫通 自然就會明白了 哈哈哈哈 他好像對我有點懷疑似 好 前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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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樣 你從鐵槍到身對手進來就對了 黑白紙 你看清楚我到底是誰 看到嗎 你 你 你 哈哈哈哈 用腳踢我 有個鐵門阻礙你踢我不到的 你再踢一腳吧 大力點踢吧 我又放了你了 踢吧 老先生 求你 我手上內關外關兩川月脈 被他抓住 即使全身內力急事而出 由於河水決堤 難以導舍 他暈了 哈哈哈哈 他的頭可以從鐵槍這裡伸進來 自然 我可以整個人把他拉進路房 好 讓我拉他進來 好 行了 想不到他這麼容易就可以制服他 好 讓我用鐵鏈鎖住他 然後就逼黃忠公放我出去 好 好了 如今鎖起他 就算他醒來 我也不會怕 好 靈胡聰 靈胡聰 你這麼笨 你真笨得交關 我既然可以從那個窗口 拉黑白子進來 自然可以從那個窗口出回去 對了 我跟黑白子對調衣服來穿 又戴上他的面罩 這樣出去就算遇到回裝的人 他們也只會以為我是黑白子 好 就這樣做 先換衣服 黑白子你放心 那個老伯每天都會依時送飯菜來給你吃 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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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點走 快 Factory 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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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戴上你的名字 你做什麼 我在你神情不正 一早就猜到 一定是去求任我行教你練那些 吸星妖法 你忘了當年我要你發過什麼誓嗎 我的好二哥 你真的要動武 二哥 二哥 三座六將, 到處上場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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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哪裡 二哥 二生署 有沒有 丁管家, 你怎麼樣 我來 二哥 二哥, 你快點回來 我們大家兄弟有什麼事要慢慢商量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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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雖然為我受了兩個月牢獄之災 但是練成了一刻在鐵板上的吸聲大法 也可以補償 吸聲大法 那種鐵床所剋的秘訣 是前輩所剋的 如果不是我 世上還有誰懂得這種吸聲大法 是嗎?鐵板上的字你有沒有抹了它? 晚輩生怕這種口訣會害到其他人 所以晚輩熟讀之後已經抹了它 好,好 二弟,任教主的吸聲大法 現在知道的當世只有你一個 實在可喜可賀 大哥,你說任教主? 原來你到現在還不知道任教主的身份 這位就是日月神教的任教主 他名譽是上我下行 你有沒有聽過? 任教主的名譽 我在鐵床上已經摸到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教主 他是什麼教主? 我日月神教的教主 普天下皆知是東方教主 向文天,你負亦為非,罪大惡極 你們四個就是本教十大長老其中四個 沒錯 不錯,不錯 哈哈哈哈哈哈 我的吸聲大法還沒有施展出來 你想不想嘗嘗過鍾的滋味? 任教主 任教主 我暴大錯 從今之後 效…效忠於你 我等世向任教主效忠 好,先吃這顆藥丸 是 這是…三師老神丹 沒錯 這是三師老神丹 你們知道三師老神丹的厲害嗎? 復了教主的老神丹之後 就當死心塔地 永遠聽從教主驅使 否則 單眾所藏私叢 就會由僵服而活動 轉移入老 咬著老水 痛楚固然不用說 還會令人行事狂妄顛倒 連瘋狗都不如 你說得很對 既然你知道那些老神丹的厲害 為甚麼你這麼大膽還要吞伏 屬下 自今以後 永遠到教主忠心不義 老神丹雖然厲害 與屬下並不相干 好 這裡還有那些老神丹 誰願意吞伏 教主慈悲 屬…屬下…屬下先服一顆 去… 騙… 客白子 你功力盡實 成為廢人一個 讓我太多靈丹妙藥了 你們三個怎麼樣 呃… 就任我行出去,在下十分佩服, 这部琴谱开到我们四兄弟身败明烈, 如今原物风患。 王前辈, 我四兄弟新入日月神教, 本意是在江湖上行合着仪, 作一番事业, 但是任教主声听报嘈, 威福自用, 我四兄弟早盟退役, 及至东方教主接任之后, 横顺奸令, 除除教宗老兄弟, 我们四人更加心灰意冷, 吐此差事, 一来得也远离黑木鞋, 不必与人勾心斗过, 二来, 陷居世, 琴书掩怀, 十一年内, 清福享久了, 人生于世, 受多乐少, 本来就... 王前辈, 大哥, 这个老鬼不遵从教主令旨, 威罪自尽, 你们两个还在大抄大闹做什么, 你... 死马, 你想造反吗, 把尸首和废人统统抬出去, 然后命人拿酒菜来, 今天我要和向兄弟, 令狐兄弟共谋一聚, 是, 二弟 恭喜你有這種機緣 學會了教主的吸聲大法 是可喜可賀 來 乾杯 來 請 乾杯 其實說起這件事上來 都極之驚險 當初我在鐵板上 刻這套練功秘訣 是因為籌在黑爐之中 覺得很悶 容易自顯的 這種神功秘訣 固然是真的 但是沒有我親自指點 助你散功 依法練習就會走火入魔 這種神功 是有兩大難關的 哪兩個大難關的 教主 第一 就要散去全身耐力 令丹田中一無所有 如果不是 好現到全身癱瘓 七孔流血而死 啊 那第二 第二 第二 就是 除去體內的真氣之後 又要吸取人家的真氣 我聽向兄弟說 令狐兄弟一早就失去全身的耐力 可以很輕易衝破第一關 後來 有幾名好手 注入八種真氣去你的體內 令狐兄弟 這麼輕易度過這兩個大難關 練成大法 這些大概都是天意 好歹我耐力全失 如果不是真的不堪設想 對了 鄉大哥 你怎麼救教主離開 小弟如今還是不太明白 你看看 這些是什麼 是一顆小小的鋼珠 原來鋼珠可以撥動 鋼珠裡面有一條極小的鋼絲 原來教主的手扣 是用這條鋼絲鋼斷的 你還記不記得 這顆鋼珠是你向大哥 托你暗中交給我的 晚輩記得 當時我和你比試 我運氣大笑幾聲 把你和梅莊四友都震魂了 我就鋼去手扣 脫去你的衣服 戴著你的面罩 趁著梅莊四個混蛋還沒醒 我就逃了出去 哈哈哈哈 就正如我對付黑白子一樣 難怪黃忠公他們 一點都不發覺 本來這件事 不輕易瞞過黃忠公和黑白子 但是他們醒來之後 教主和我都已經離開梅莊 我又將那幾件稀釋珍寶留下 他們見到就自然歡喜 所以就沒有懷疑獄中的要犯已經逃脫了 哈 大哥果然神機描述 小弟佩服 不過這樣 有一件事 你大哥我就很對不起你了 啊 是什麼事 因為教主離開這裡之後 有很多事要辦 但是又不可以讓對頭人知道 唯有委屈你 在黑爐裡面住多了兩個月 我們今天才可以來救你 好在你恩禍得福 練成舉世神功 總算都有回個補償 哈哈哈哈 大哥現在向你陪酒三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我也陪一杯 哈哈哈哈 陪什麼呀 我要多謝兩位自對 本來我身就內傷無法醫治 練了教主的神功之後 我的內傷霍然而喻 得回一條命 哈哈哈哈 我多謝自對 乾杯 乾杯 來來來來 哈哈哈哈 十二年前 教主離奇失蹤 東方不敗散為 我知道事有QK 只好強忍 敷衍東方不敗 直至最近 才知道 教主被他們困在這裡 於是我馬上來幫他老人家脫險 誰知道我一離開黑木崖 東方不敗就派出大隊人馬 要追殺我了 剛好路上面又遇上一班 正派中混帳的黃八蛋 一起來臭高興 後來我聽見你說 你內功盡失的原因 我當時就這樣想 當今之世 唯有教主的吸聲大法可以幫到你 於是 我就想救了教主脫困之後 求教主傳你這種神功 救你聖明 想不到 不用在下出口懇求 教主已經傳授了這種神功給你 哈哈 多謝大哥關心 靈狐兄弟 我對待敵人出手狠辣 或者你看不習慣 但你想想 我在黑爐混了這麼多年 你都被人混過在黑爐一段日子 你應該知道個鐘滋味是怎樣的 是 我知道 江南四有這樣待我 江南四有這樣待我 我對他們怎麼可以仁慈呢 是的 不過 我有一件事求教主 希望教主能夠踏運 什麼事 他日 如果遇到恩師 請教主 不要為難華山派 李師父已經傳言天下 逐你出華山 為什麼 你還要求我放過華山派 我 是的 讓教主把華山除名 替你出一口氣 不要 千萬不要 在下自幼 父母相亡 蒙恩師師娘 收入門下 撫養長大 名雖師徒 但情同父子 師父要逐我出華山 一來 的確是在下不對 二來 恐怕有點誤會 在下 慢慢不敢埋怨恩師 原來惡不群對你無情 但是你不肯對他無異 在下 想懇求教主 請你寬容大量 不要為難我師父師娘 和華山派的師弟師妹 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得脫牢籠 你出力最多 但是 我傳授了吸聲大法給你 大家都沒有什麼虧欠 這樣吧 你答應我一件事 我就答應你 今後見到華山派的師徒 只要他們不是對我無禮的 我就不會去惹他們 就算要教訓他們 都會看在你的份上 手下留情三分 你認為怎樣 這樣真是感激不盡 教主有何吩咐 在下一定遵從 好 我和你們兩個結為金蘭兄弟 今後有福同享 有難同綱 向兄弟 是我日月神教的光明左士 你就做我日月神教的光明右士 你認為怎樣 我 我 教主美義 想我令胡聰 乃沒學後進 又如何和教主 清興道弟 而且在下 雖被逐出師門 但仍然希望師父 能夠回心轉意 收回成命 所以 你叫我做教主 其實 如今我雖然得脫牢籠 聖命仍然招不保值 今天普遍之下 個個都知道日月神教的教主是東方不敗 這個人武功的高強 決不在我之下 權謀自計 更遠勝於我 他揮下人才濟濟 憑我和向兄弟兩個 要由他手上跌回教主之位 簡直是癡心妄想 好 你不願意和我結為兄弟 是明節補身之舉 好吧 我們杯酒言歡 不要再提這件事 在胡帝一住住了十二年 什麼名利權威 本來應該看得很淡 偏偏年紀越老就越不甘心 上當年 教主對東方不敗情如手足 提拔他做光明左視 教宗一般大權都交了給他 當時教主全心全意收集吸聲大法 所以教宗日常事務都無瑕堅固 猜不到那個東方不敗 表面上對教主忠心恭敬 實則自己培植一股勢力 假設借口 將校宗教主的部屬撤職或者處死 任教主為人忠誠 東方不敗又處處恭敬 所以沒有懷疑到他 向兄弟 說起這件事我很慚愧 當年我太信東方不敗 忠言逆義 反而怪你在處挑撥離間 多生是非 才令你一路而去 但是當時我不知道你的苦心 見你不辭而別 我還非常憤怒 當時我練功練到最重要的關頭 差點出錯了 東方不敗向我獻恩勤 我就中了他的奸計 我把本教的秘籍 葵花寶典傳給他 二弟 你也聽過葵花寶典嗎 我曾經聽師傅說過 知道這部寶典 是博大精心的武學秘笈 但不知道原來在教主手中 多年以來 葵花寶典 一直是日月神教的真教之寶 歷來都是由上一代傳給下一代的教主 當時我修練吸聲大法 以致廢寢忘餐 就想將教主的位傳給東方不敗 其實教主之位明明已經交在他手上 為什麼他還要這麼急 不讓我宣布 他就要散圍呢 他一來是等不及 二來是不放心 恐怕大事有變 其實他已經部署好了 又怕什麼大事有變 你不辭而別 他已經拔了你這口眼中釘了 還忌憚什麼呢 東方不敗發難過一年的端午 小姐在席上面說過一句說話 當時小姐只有七歲 她在席上面點點人頭 忽然間問你 爹,為什麼每年端午喝酒 一年總會少一個人 唉,是 當時我聽到他這麼說 我心裡很不舒服 如今上回 才知道東方不敗的毒雞 我當時竟然一點都不知道 如果我女兒如今在我身邊 就不用細孤力藥了 唉,是 唉,我所練的吸聲大法 是創自北宋年間的逍遙派 這種神功在江湖上很有名 正派中人問者無不喪膽 在下曾經聽師父說過 葵花寶典是武學中至高無上的秘笈 練成寶典中的武學 不單止無敵於天下 還可以長生延年,受過百歲 為什麼教主又不練寶典中的武功 偏偏去練吸聲大法呢 唉,其中的原因不足為外人道 我連吸聲大法超過十年 知道神功之中有幾個重大的缺陷 就是那些吸取回來的功力 有朝一日突然反誓 吸回來的功力越多,反撲的力就越大 靈湖兄弟,你深深吸一口氣 是不是覺得玉枕和箭中穴有股真氣在鼓動 好,我試試 小兄弟,你不用怕 教主這十二年在湖底 早已經想出破解之法 是 你我有願 如果你肯聽我相勸的 來,乾了這杯酒 他想威脅我令我屈服 教主,大哥 在下本身就危在單靜 無意中學了教主的神功 就算無法化解,只不過回復原狀 我不是很看重自己的性命 生死有命,大丈夫又怎會這麼怕死 我? 況且,華山一派,開派已經有數百年 不會被人一舉手間,就可以毀滅 在下就此拜辭,後悔有期 二弟,二弟 不會 不會 離開了無莊, 走走走, 來到這間客棧合宿 師父, 師娘不要我, 正派的人摒棄我 魔教的人又要追殺我 我也是喬莊打扮, 面野麻煩好點 我扮甚麼好 還是回到房間想清楚點 不要出來見證這麼招搖 喂, 喂, 你走路都不戴眼 你不見老子賭帥嗎 你… 沒有甚麼, 不用老子嗎 扮這個軍官的油脆 有甚麼好笑, 笑甚麼 小二哥, 小二哥, 進來… 小二哥, 請問外面那位軍爺是甚麼來頭 他自稱是由北京城來的 只是住了一晚 我們都不知道有多少伙計被他打過了 是嗎? 是呀, 他又叫了很多好酒, 好肉 都不知道會不會不給錢 來, 他騎馬走了 你知不知道他要去哪兒 我聽他說過 對了, 客官, 你問來做甚麼 沒有…沒有甚麼 我見他在那裡橫行無忌 想知道他是甚麼來頭 傻瓜 你不敢妨礙他嗎 喂… 是你匹馬想踩死老子才是真的 不是我阻礙你 走啊 走啊 哎呀, 拿鞭鞭鞭鞭, 弄死路線 是你別走啊, 打了人就這樣槍走 走啊 走啊 打路線, 走啊, 走啊 那你又暈了嗎 你這麼沒本事啊, 怎麼去行軍打仗啊 先搜一下他身 身上有個大信封 上面蓋著兵部尚書大堂正恩 好, 打來看看 原來是兵部尚書, 一張委任令 委任河北倉州游京, 吳天德, 升任福建泉州府參長 原來你就是吳天德 原來他包袱裡面有這麼多銀兩啊 還有三隻金元寶 你這個東西啊, 一定是手掛回來的文之文膏 好, 就留給我這個冒牌, 吳天德買酒喝啦 哈哈哈哈 好, 趁如今無人, 拖進去樹林, 換了他的衣服先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剝過你光滔滔,量你都沒膽追上來了 看完你的鬍鬚先 如今整個小白臉那樣 好,穿起軍服 貼上他的鬍鬚 如今整個朝廷命官吳天德 多威風 哈哈哈哈,整個大張軍那樣 喂,大家走快點 前面山道有這麼多人,他們在走過來 看他們的裝束,是魔教中人 難道他們奉了任教主之名去圍蘭我華山派? 不行,我會靜靜地跟著他們,看他們有什麼行動才行 那些魔教中人,埋伏在前面的山頭 不知道他們想伏擊誰 你還為那個混帳的令狐聰強扁? 誰罵我呢? 躲起來 師伯,令狐師兄行合仗義 小小年紀,竟然這麼固執 難道華山派掌援岳先生的來信是假的? 岳先生傳書天下,將令狐聰逐出師門 說他跟魔教中人勾結,又怎會冤枉他呢? 我知道,令狐聰以前救過你,他肯是憑一點的小小恩惠 師伯,不是小小恩惠,令狐師兄不顧自己的性命,他… 你還叫他令狐師兄?這個人供於心計,裝模作樣 年輕女兒,你江湖見識淺,當然容易上當 師伯的吩咐,弟子又怎敢不聽,不過… 不過什麼? 宋先生左盟主有消息傳來,說魔教大舉入門,企圖劫奪福州臨家的匹邪劍譜 左盟主要五惡劍派一起切發難助,以免被妖魔歹逃脫去劍譜 再過三十里,就是哲民交界了,今天大家這麼辛苦 連夜趕路,去到二十八土休息,事關魔教詭計多端,路上可能有埋伏的,你們要小心啊 是 原來是恆山派的師姐師妹 帶頭那位師太,怡林師妹叫做師伯,恆山三定,她一定是定靜師太還是… 糟了,這位恆山派的師姐師妹過去那個山頭,有魔教埋伏的 這邊這條小路,可能是自定,讓我追上去,接住他們才行 大家停一停 這位軍爺,請你讓開,山路下閘,借一條路讓我們走 我們就要跳過你的身 什麼…跳過我的身 你們知道嗎,這條路有很多妖魔鬼怪的 你們都會說什麼,苦海無堅,回…回…回頭是外吧,是嗎 師姐,這個人有點古怪,恐怕魔教的奸細是我們挑戰的 哎呀,哎呀,好酒,好酒,真的好酒 你… 哎呀,剛才湯了一隻狗,吃到我一肚都脹了,喔… 脹到頂住了,又喝得這麼多酒 哎呀,閉嘴,吐啊,閉嘴 哎呀,要吐啊 師姐,這個人喝醉了,這麼可憐,讓他休息一下,我們再趕回未遲 這個人全心搗蛋,不大好意 哎呀,哎呀… 讓開 哇… 讓開啊 喂,喂,喂,上面埋伏的朋友聽著啊 你們要等的人來了,你們殺出來,他們個個都走不動的 啊… 殺出來吧 師姐,這個山牛地水險要,如果敵人在處埋伏,我們就很難抵擋的 如果有人埋伏,他又怎會叫出來 這一招就叫做虛則術知,術則虛知 你們幾個去探路 是,師姐 幹什麼? 你站一旁,讓我們過去行不行? 你拔劍嗎? 出家人火氣怎麼可以這麼大? 你趕這麼快幹什麼?趕著去鬼門關嗎? 你慢慢走嘛,這樣才行得漂亮的,對不對? 你幹什麼? 兜圈子罵人 你想怎樣? 你知不知道我是什麼? 我是朝廷命官,你竟然對我這麼無禮? 人類…快點來教訓一下這些尼姑 逐個逐個教訓他們 君爺 叫什麼? 我們有緊要事,心急趕路 勞煩你讓一讓路 什麼?君爺? 爺你的頭,我去堂堂參將 你叫我將軍就對了 是呀,君大人,請你讓路 這樣才像樣的 可以出嗎? 小心 糟糕… 小心,你怎麼樣? 幾乎跌下山 嘿,撒… 嘩,那條路那麼窄啊 嘿,呀 這裡的地方官通通都是梵桶 為什麼不搧民夫上來建築修爐呢? 哎,搞得我走得這麼順 地方官應該派白人戴轎 抬將軍過去才對 張軍是騎馬,不是坐轎的 只怕這個將軍與眾不同 他可能怕騎馬會跌倒 喂,喂,喂,不要亂說,我何時有跌倒過 喂,你走快點吧 你真是 小心啊,師姐,你不要再吹將軍吧 他一心急,真的會跌下去的 這個山坡這麼斜,跌下去不是說玩的 師姐,如果這位將軍再跌倒,你快點拉住他 他這麼重,我怎麼拉得住他 你們這些彌鼓說話真是不知輕重 我堂堂將軍,想當年我在戰場上破鎮殺賊 試問有誰不佩服五體投地,你們還去 小心啊,將軍 你們知不知道,這一帶偷雞摸狗的小賊最多 冷不提防就會受騙 你們出家人,雖然身邊沒有什麼游泳 但是要小心啊,不要被人搶走 你身身夫夫在花園得回來的銀兩 知道嗎?很辛苦 有你們大將軍在這裡 兩個小賊都不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吧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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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小心啊 我第四雙眼看到上面有人埋伏要襲擊你們 你小小小心點 你這位將軍真是鬆鬆 是 難道我們會怕幾個小毛賊嗎? 是 不是 是 是 大家小心 是 金融武俠天秘之少澳江湖第37 姚秀寧監製曾月何編道金融原書《谷生改編》 主題曲由方樹良作曲林鎮強田馳陳慧涵主唱 並且由蔡瓦江、陳炳球、傅青偉、余世騰、鍾一鳴、王啟明、吳家良、羅偉文、丁家商、盧雄、聯合演出 香港電台廣播劇組製作現在經已播放緣分 請求請退休息 請求請請退休息 吹想救人 华有泪但从无的忧憾 落似他空间拥抱风和魂 真的心不共怨恨 宽痛得恨 他将冠我体一发生 掌风他冒险把我偏文 人说错那歌他偏说最差 掌心而流水风而幸运 在爱我的他笑傻一生 赞海他被温把我偏信 人说笑那歌他拥我更近 掌心而流水风而幸运 对于错我的他都够出真 吹唐当门 又有我 各位听悟事 这个是我的 我还学会 我就是 你